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倩美食日记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美味可口的意式西餐 千层意面改良版 先在后看早午好运哦 先将买来的面皮放入准备好的热水中烫一下 让面皮变软 然后放入冷水中冷却一下 再捞出,放到桌子上铺平 用厨房纸擦干一些水分 铺上一层意式肉肠切片 或者将熟火腿肉切片铺到上面 这次我选择将两种切片都用了 再放上一勺肉酱,一勺背下焖酱,少量干烙粉 取一个可以放入烤箱的方形容器 倒入三大勺左右的番茄肉酱和两勺左右的背下焖酱 这样涂抹均匀 预热烤箱至200度 然后卷起刚才准备好的面皮 一个一个的放入容器中 都放好后,把剩余的肉酱倒入 加入背下焖酱,涂抹均匀 在最上层撒上适量的干烙粉 待烤箱温度稳定后 放入烤箱中上层烤45分钟 45分钟过后,热腾腾的切成一面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记得关注我们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是好看的人哦 谢谢收看,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